另外副县长今年4月份跟县府官员以及乡镇市长总共30人绕北欧来考察 12天花了480万元 议员就质疑考察重点在于绿能托育跟高龄友善 但不相关的科士也来参加考察实在是荒腔走板 对此计划处解释考察经费是依照相关的行政程序办理经过公开招标 而团员们也是依据本身的业务专业跟职权来了解 县府北欧考察团一行30人 4月中针对宜兰县政府未来之绿能托育高龄友善等实证重点 展开为期12天的考察行程 预算经费为480万元 但考察行程与团员本身职务到底有没有关系 遭到议员质疑 你有去吗 我有 好 考察的任务是什么 就是那个绿能发电 地南发电 绿能发电 地南发电 跟公共造产的那个目前要开办的温泉取公事业有相关 有没有相关 有相关 有到冰岛看了一个那个低热发电的案子 我有去 好 啊你考察啥 所有相关的因为都跟财政有关 我们像我们有去发电厂有机处理厂 好 群重 有 我有去 好 你考察的任务是什么 我考察的任务是有关于家庭中心还有托育相关的一些事物 这个看起来大家都看到 依然现负债220几亿 竟然问一个人 去国外考察 157,680块 开钱 发钱出国 考察 手不会软 不顾现库 裁员亏空 这么多 负债累累 而且呢 预算啊 四处 去挪用集资 统筹应用 眼人偶目 规避议会的监督 这样的状况 非常的要不得 还有 预算的应用 它的支出 人数 完全都不一样 老八 九 偉大 这